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春节新年是一个周期性的节日 经常我们把新春传统上跟这个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经常我们说大地回春或者是万象更新 要更新就是要把不好的去除掉 要看到一个新的社会 刚刚迎接的图年 我们已经看到世界的动态风起云涌 本来大家都认为比较保守的回教社会 在我们迎接新年的时候我们看到 两个回教的国家已经改朝换代 做出人民勇敢的做出改变 各位所有的 独裁者 他们的共同点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单单是死念坐那个位置不要走 坐下去就不会停下来 坐完了 我们看到终身总统还要把这个位置交给孩子 孩子完了还要给孙子 孩子完了还要给孙子 我们看到这些社会 最终人民忍无可忍 起来要求改变 但是这些统治者 并没有因为人民的 心觉 而做出任何的改变 反而 感觉到 要阻止人民的改变 他们就要开始向人民开刀 埃及的总统 Mubarak 当发现到人民涌上街 要求他辞职的时候 他第一个进去脑海的 不是说我是不是在位太久了 我的自政党是不是50年没有下 应该来一个民主的选举 他想的第一件事是 我们怎么样控制 Internet Facebook是不是要禁止 还有要不要把这些Twitter 这些不同的网站 关闭下来 所以埃及的统治者 以为单单可以关闭 面子书 关闭 互联网 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政权 其实 这个历史证明他们错误 最终要倒台的 还是要倒台 马来西亚的 统治者 统治者 比起IG 好像好不到哪里去 最近我们听到一些声音 我们的 自政党知道 在 媒体的控制 他可以控制 印刷的暴涨 公正党拿不到 批证明 不能公开卖 那我们可以控制 收购 报纸 我们可以确保 吴都善 每天都在 宣传 国阵的 种族主义的 新闻 但是呢 他控制不到 我们的 Internet 控制不到 面子书 控制不到 这个互联网 所以我们的 政府呢 最近 建议 要把印刷法令 延伸到 我们的互联网去 延伸到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Email Internet 所以要出版以后 要出版我们的 面子书 我们要出 部落格 可能要跟 内政部 申请 Permit 才可以出版 他们以为这样 可以控制 我们人民的思想 可以控制 资讯的传播 我们要告诉他 最终 这个是 一个错误的决定 如果政府 胆敢 要增加我们的 这个 这个 新闻的 控制 资讯的封锁 这个封闭的政权 救不到自己 反而呢 引起人民的公愤 站起来 要求改变 各位 我们以为 308的时候 人民用我们的选票 清清楚楚的表达 我们的选票 我们要民主改变 我们要一个公平的社会 我们要种族平等 我们不要自政党 口口声声 用种族主义的言论 来破坏和伤害 人民之间的感情 但是呢 我们的选票 虽然 促成了这个两限制的 这个 这个成立 但是呢 不足够以 令到我们的 自政党 省觉 虽然 那句开始 谈一个 一个大马 谈 一些 政府的转型 但是最终 我们看到的 种种的言论 还是跳不出 这个旧框子 我们 很明显 最近我们看一下 马来西亚的 Bubarak 知道我们也是 传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50年有一个 同样的政党执政 我们 下台了的 Mahade 如果Mahade 没有下台 他跟Mubarak 同时间上台 所以现在 也有30年 Mahade 20年来 自政 接下去的10年 还是不敢寂寞 还在背后 可能要垂帘听证 虽然他没有 直接的操纵 马来西亚的 这个政治 但是他讲的话 还是很有影响力 最近 我们听到 不少的言论 Mahade 一声告诉我们 其实 茅草行动 他没有 没有 不是他的决定 茅草行动 是我们 警察 总长 自己 随意抓人 Mahade 很无辜 他要告诉我们 可怜可怜的 我并没有打算 逮捕林继祥 我没有打算 逮捕 任何民权的领袖 更没有打算 逮捕 华教分子 这个不关我的事 各位朋友 如果 如果 好像 内政 内安法令 这样的课题呢 国政的领袖 可以公开 讲谎话 那么我们不能 期望 其他的课题呢 他们会跟我们 讲老实话 我本身 也做过 ISA 没有像 我们的前辈 这样 做三年 做四年 有的做六年 但是呢 我在 Mahade 底下 也被关了 两年 但是在我的 逮捕的 信里面呢 写得清清楚楚 是Mahade 签名 要我 要我被关 茅草行动的时候 接近 一百个人 被抓 Mahade 到底是睡觉呢 还是在做梦 他根本不知道 总警长抓了 一百个人 他不知道 总警长抓了 许多多的 华教分子 包括 沈穆宇 Mahade 今天敢跟我们说 其实 他没有决定 他没有下令 逮捕 任何人 但是也有人 坐满了 六十天 你说 这个是警察的 的指示 警察的行动 六十天以后 送到 是内政部长的决定 这个每一个人 的逮捕令里面 有内政部长的签名 Mahade 现在来否证 这个不管他 什么事 也有人 坐满了一年 再签 还是内政部长的签名 有的人坐满了两年 再延长扣留 也是内政部长的签名 今天Mahade 告诉我们 他完全不知情 各位朋友 既然Mahade 提出茅草行动 让大家回顾一下 茅草行动 茅草行动 是不是种族紧张 是不是华人 要杀马来人 马来人 要杀华人 如果 年纪大一点的 我们还有一点记忆 我们记得 茅草行动 根本不是种族冲突 谁在那边搞大机会 马青 和吴清团 大家还记得吗 吴清团的团长是谁 当年的吴清团的团长 拿着一把Chris 他非常有创意 因为马来西亚 这么多领袖里面 第一个拿Chris 举剑的青年团团长 不是凯利迦马鲁迪 不是Hishamuddin 是我们 当年的青年团 吴清团的团长 也今天 也就是我们今天 尊贵的首相 他拿起剑来说什么 我们这一把剑 要用华人的鲜血来洗 另外一边天后宫 马青团也来搞机会 最后两边机会的人 创造了一个 制造了一个 社会的 政治的冲突 但是被抓的 是没有参加机会的 林季祥和林冠宁 是没有参加机会的 沈穆宇 是没有参加机会的 一些环保人士 女权的团体 和一些回教党的党员 这些人平摆的被抓 但是 挑起种族情绪的 是国阵的成员党 但是 内二安法令的受害者 是反对党和民间团体 是否赢了 在国阵的像专家 这些人平摆的 或许会 是否赢了 是否赢了 它是否赢了